4比2比 講錯了 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J計畫 QA時間 天氣變冷了 今天穿得有點多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關於跑者 如何訂定一個屬於你自己的訓練計畫 這個問題其實也是大家很常見的問題 常常你都會有個目標賽事 但你不知道該如何為了這個比賽 來訂定屬於你自己的訓練目標 所以今天我將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該如何設計一份屬於自己的訓練計畫 首先如果你要有一個訓練計畫 你必須要先知道你的比賽日期是什麼時候 當你知道你的比賽日期之後 你可以往前回推 可能你訂定的是一個12週的訓練計畫 16週的訓練計畫 在這樣的訓練週數當中 你就可以在從中安排你的基礎期 進展期 巔峰期 甚至到比賽期 那記得安排的原則就是從你的週數裡面開始去切 你的基礎期打底的時候要多長 打底之後一定會有個進展階段 為了目的是要銜接你接下來的巔峰期 那巔峰期的意思呢 就是要有大量的刺激你的最大攝氧量進步 在這個當下才可以讓你成績可以有效的往上提升 那巔峰期之後就會進入到一個比賽期的階段 那比賽期呢 也就是你接近比賽 開始要讓你的身體感覺 準備去應付這樣比賽的狀態 所以大約會有分這樣的四個週期 那四個週期當中 週數呢 就會因為你現在甚至比較缺乏的狀態 來做訓練 那通常我們的週期或安排呢 會有一個比例原則 那如果你是一個初階跑者的話 通常我們的比例也會放在基礎期比較重 舉例比例來講 基礎期可能是六週 那進展期跟巔峰期可能會各只有兩週兩週 然後比賽期會回到四週 所以大約是4比2比2 就是比例來講基礎期會下的最重 那這是屬於初階跑者的一個訓練模式 那如果你是一個進階跑者呢 那通常我們在訓練的當下 會把你的基礎期放的OK 但巔峰期進展期會放的最重 就是目的要大量刺激你的最大量進步 因為前提是你已經有一定的基礎能力 在這樣的訓練刺激下 對於你的比賽進步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OK 我們總結一下 不管你是初階跑者或是進階跑者 有一套屬於你自己的週期化訓練 都是一個很好的訓練方式 所以記得不要在盲目的訓練 通常一定要有規劃一下你的訓練週期 那在每週當中也會有高低起伏的訓練 不會每天又跑間歇 也不會每天又跑長距離訓練 一定會有長距離間歇 加上一些肌力訓練 甚至是速度訓練 綜合起來才是一個完整有效果的週期化訓練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的週期化訓練 該怎麼安排的話 也歡迎去參考一下 找一些教練 不妨對你的訓練會更有幫助喔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分享的內容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睿 記得不妨去追蹤一下我的IG跟Facebook 或最新的好情都在那邊公布喔 那記得也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如果你對於跑步訓練也非常有興趣的話 歡迎參考下方連結 我們DHRC開了相關跑步課程 都歡迎大家來參加喔